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今天見到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人們都說上輩子五百四人回頭 才能換來計算了一次差距 而我們今天能夠集中一堂的坐在這 難道不是一種緣無嗎 首先作為順暫中的職業學校一名 幼教專業的畢業生 我感到很光榮 也很幸運 因為當我同學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我卻已經回到了學校 聽著台灣老師的精彩授課 我已經工作了 再也不能任性 再也不能坐在寬散明亮的教室裡 聽老師講課 真的 大家 到這時候你們才能體會 能在校園裡面 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 所以 我很感謝補校的給我這次機會 讓我學習我的傳統文化 讓我又一次的 重溫校園的溫馨與快樂 所以 我想和在座的 還在讀書的 和你們說一句話 不要等到 誇爾謝了 才想起它的美麗 想跟你們說 要懂得真心 感恩 要懂得真心 為此 我想唱到感恩的心 來感謝所有的老師 所以我們幫他做的 你們幫他做的 你們幫我一起唱好嗎 好 好 感恩的心 nós 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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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歹滑落 我已想歸著去 謝謝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今天晚上參加這個分享 我感觸非常多 所以我真誠地要感謝我們臺灣來的各位同學 他們把中華文化的精髓 這束陽光帶到我們順山這回過的土地上 謝謝你們 同時呢 我謝謝這些默默不問的醫生 是你們的會見 讓我們今天能這麼順利的 讓這些孩子能學到這麼好的知識 同時我也謝謝各位的學員們 謝謝你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今天晚上這個全國的分享 作為我 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感受最深的 應該是今天晚上第一次感動 第二個呢是正反 第三個呢是看到的希望 那麼正反 那麼正反我正反在哪 我做教育做了 三十年 當校長當了二十年 那麼對我們的孩子 現在在公職生活不斷提高的情況下 這種文化 這種文化我們詮釋 尤其是我們孩子的行為規範 我們現在的教育已經覺得是已滿 所以這一次通過四五年的時間 確實讓我們正反 幾天孩子們普通的以前 比如說 那個小同學 說的我學會的詞話 學會的睡覺 我們的大同學說的 我的家裡邊一塊碗不洗 來自你自願的情況下 能夠一口氣息的一千塊 我們的老奶奶 用非常補助的語言 就說了一句話 我不會說話 但是 他能夠三點鐘起床 他能夠十點鐘睡覺 為我們默默的分析 我想這一項的精神 實在是讓我們更大 同時我看到了希望 我們的同學 在這世界的過程當中 我講最多的一個工作 就是軍工 行這個禮 剛剛來的時候 我看到大家 很多同學做得很清楚 雖然我沒有參加這個活動 由於工作的問題 但是前前後 我都在關心和注釋 做大家的變化 今天行的這個禮 和你們剛來行的這個禮 在我的眼中 我看到的是不一樣 今天你們行的這個禮 我看到了 紅紫的金子 看到了豬 看到了樹 因為禮 是發揮的內心 是誠心誠意的 禮 是在將心比心的情況下 去體會到師長 對你們的教育 去體會到義工對你們的付出 所以你的這個精神 你的這個動作 滲透了中華文化的精髓在裡面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看到了我們年輕的 尤其我們順餐的 正經學員們的希望 呃 最後 我想 呃 回去以後 文化 它需要學習 需要傳子 更需要發揚 所以 我們呢 在老師離開順暢以後 我們應該把老師留下來的 教育我們的 教育我們的 同志的精神 把這種文化 在我們實際的 生活當中 在我們所建立的能當中 讓它發揚 讓它觀到 那麼 這種文化的傳人 幫我們一點一點去做 那麼 根據各種的程式去做 我們小朋友 可以通過 你的軍工 通過你孝敬父母 跟父母加賛 通過這些行動 去實踐 那麼 我們有一個中心的希望 其實各位家長 包括我們的學員 都有一個中心的希望 希望 我們 台灣的老師 能夠 再次到我們順暢 我們學校 也希望能夠聘請 我們台灣的政治老師 作為我們學校的 科做教授 希望他們 能夠進一步的 把文化 傳承到正常 我也希望 我們學校 能夠成為一塊 傳承中華文化的過渡 謝謝自己 好 謝謝 谢谢大家